即时新闻综合报导 英国广播公司BBC 记者邓洛普 Alex Dunlop为求好画面 他前往一间动物园进行报导 并选定狐猴当他的可爱嘉宾 为了要播报到一半 狐猴们失控 造成现场一片混乱 影片曝光后 邓洛普的反应引起网友们大赞 甚至有网友说第一次看到记者完全崩溃 综合外媒报导 BBC记者邓洛普 4日前往英国诺福克郡 Norfolk一间动物园进行报导 他为制造自然活泼的播报画面 选定一群狐猴群当他的嘉宾 但他没料到这群狐猴不受控制 现场顿时陷入混乱 邓洛普最后放弃播报 影片中邓洛普未稳住情况 起先不理会狐猴群的攻击 持续对着镜头播报 他播报到一半 狐猴们兴奋的跳上他的手臂 大腿及背部 并偷偷咬他一口 让邓洛普哀嚎声连连 这段影片起先是在他推特分享 随后BBC报道引起网友疯传及热烈讨论 符合报道要的氛围自然生动啊 狐猴们太可爱 我想要这份工作 甚至有网友说 第一次看到记者完全崩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